第一个 六星星势力 今天跟各位讨论一个 非常嚴肅的社會現象 這個現象已經影響到男性了 是什麼現象會讓男生受到影響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通常女人在一年 會發作兩次 像蜜蜂碰到花蜜一樣 失心瘋的狀態 第一個就是週年慶的時候 發瘋 直接發瘋 女生花錢就流水一樣 對 第二個就是出國旅行的時候 出國旅行一定要啊 哪有什麼一定要呢 我們男生出國也沒有 就可能看看名勝古蹟 吃吃東西而已啊 對女生來講 出國就是一個放鬆的時刻 你出國看東西就是要買 因為你知道難得來嘛 所以就買買買買買 對 而且各位觀眾 我所講的全部都是事實 因為你可以看到 前面這些女人們 包括我的右邊 桌上琳琅滿目 都是她們的戰利品 而這些都是她們去旅遊的時候 從國外帶回來的 失心瘋帶回來的 所以今天我們現場 請到了三位女藝人 她們都有失心瘋這個毛病 第一位呢 就是我們日本的人氣歌手 板野由美 來 歡迎 被暱稱為TOMOGI的板野由美 已從AKB48單飛 並發行專輯 在台日兩地 都擁有超高人氣 以及我們資深幸福模特兒 洪小蕾 大正妹 大正妹 還有我們台灣的 性感名模 劉宇柔 Saxie Baby 是的 是的 除了我們的三位藝人代表之外 還有走在我們流行尖端 時尚界不能缺少她的 小娟老師 她也很會買 資深服裝造型師 小娟 曾與蔡依林 安心雅 菲倫海 賀君祥等合作 也常受邀到各大節目 以及我們十位最青春洋溢 最流行智慧打扮的 時尚學員 好的 那今天呢 我們看到那麼多戰利品 我們大概一個一個來分析 是的 不過在這之前 各位宅男們 千萬不要轉台 我們來現在看看 我們的女神們 Dreamgirls出國旅遊的時候 私底下會買哪些東西呢 讓我們來看看吧 方神線是日本最南最西的線 比林入鵝島線 古城琉球 首府為納霸市 也是日本唯一 亞熱帶氣候的一個線 全年溫暖 屬於熱帶海洋性氣候 你想知道 沖繩有哪些好玩 好吃 好買的嗎 跟著Dreamgirls 到沖繩旅行 就沒有錯了 大家好 我們是 Dreamgirls 哈囉 我是雪芙 哈囉 我是米琴 嗨 我是玉芬 我們現在在 沖繩 對 小娟姐做城市呢 走一趟市場 你就會最了解囉 沒錯 那這裡是哪裡囉 這裡是 大大市的第一木製公廁市場 那這市場有非常多的東西 不管是吃的啦 還是民生用品都非常多 那這裡是沖繩最大的市場 然後也被稱為做 沖繩的廚房 耶 海鮮囉 海鮮囉 你好 哈囉 你好 你會講中文 對啊 這邊可以買海鮮 到二樓上面加工啊 哦 紅髮啦 現在這個比較特別的 夜光貝 它會發光嗎 會發光啊 看一下 它可以拿彩片嗎 可以啊 你拿 我自己摸 這樣 硬的啦 什麼什麼感覺 外面是硬的 裡面是軟的 這個通常吃到像鮑魚的味道 它可以一半生吃 一半可以炒 所以這種水很差一點 所以它夜光的地方就是在它的殼的部分 不行 跟你開玩笑了 其實它不會發光 真的嗎 對 它是要去磨一下 可能會變得很亮 比較漂亮 現在的是沖繩的本地的牛蝦 它有 它有紫色的嘛 很漂亮 有紫光耶 對 然後它這個有板板點點的 海鮮的這個是沖繩本地的 然後現在比較大一點 這是 這是電話吧 像電話的 這個是像電話 披把蝦 披把蝦 對 這個是像電話 對 這個是像電話 然後你看看你們要吃什麼 我覺得這個只有沖繩有的 那龍蝦 可以試試看 沖繩的龍蝦 沖繩的龍蝦 先選這個嗎 鼓勵 他沒介紹什麼 但我覺得鼓勵 好 夜光沒來一個小人可以嗎 好 好 好了 我們就選好我們的海市的山上 去這裡一下吧 美食上菜了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介紹好了 先從這個好了 這個就是剛剛玉芬選的 鼓勵 然後他經過已經烤過了 蛤蜊呢 一定要整個滑進去嘴巴裡面 才叫做吃生蠔 很會吃 好大口 感覺應該很香 有味道 剛吃它剛好好的熱熱的 其實是很非常的好吃 我其實剛選了是 只有沖繩有的龍蝦 Sashimi來了 它看起來很讚喔 感覺是入口激化 小在那邊演 快講 哪一招 真的啦 什麼什麼樣的感覺 口感是什麼 脆脆的嗎 感覺 怎麼可能脆脆的 那是什麼 軟軟的 嗯 它其實是 QQ 不是QQ 就是很 很 有咬勁 肉質很好 然後很新鮮 好大一點 噢 它咬下去有這個 有那種脆脆的聲音 對 就是有嚼筋的 對 有嚼筋 嗯嗯嗯 可是它是一腳就是化掉的那一種 很擔心喔 怎麼要自己吃下去看 很好吃 而且很甜 好像在混屋 還假 這是夜光焙 就是被騙的那個夜光焙 它都會發光 這個就是有嚼筋的 然後它是有帶一點點 鹹鹹鹹的 它的調味 重點是它有特別的香味 類似那種魷魚烤的那種香 這跟魷魚又不太一樣 可是它是很香的 湯來了 耶 這是剛剛那個融莎的頭頭的湯 這麼高級 超大一鍋的 哇 對 我們來這邊不是來羽繞 是只有吃東西的 我們來這邊就是其實要 看些頭髮給觀眾 對 所以等一下我會到一個小地方 不是小地方 很多地方 買一些小禮物給觀眾 來來來 就是這裡了 衣服版劇場 然後這裡就是有很多 小東西 文創類的小物品 重點是我們要選幾樣 小東西要送給觀眾囉 沒錯 有募力囉 好 我們來挑一下 好 有好多小店 對 介紹 對 開始有一些小東西耶 嗯 飾品的部分 嗯 它還有一些小手帕的部分 哦 好漂亮 而且它們都特有它們的主愛 很多畫 你看 顏色 會自己想買 我決定了這個 那是什麼 哦 好可愛哦 貓 筆記本嗎 你看它可以 有那個 它會動是不是 對啊 這是以前很流行的 有 哦 好可愛耶 看得到嗎 哦 看得到 這個真的 很特別 你玩這麼開心 對 你看囉 來囉 開始 很可愛 很可愛 好的 其實樓上還有 樓上還有 它是可以吸在方便的 哦 所以這邊放酒 農夫 什麼什麼 實際上 什麼 取洩 什麼 就是這樣 倒進去 然後蓋起來 要喝的時候就從這邊喝 這是他們的Fashion 這個很小 很可愛 哇 這三口就沒了 這要放高粱 對 因為要只能喝三口 對 這個大溫度要到那裡 不然 天氣冷的 就是很可愛啊 這個不錯耶 它是糖 或者是鹽巴 辣椒什麼的 對對對 物超所值 嗯 那我們以前就決定這個囉 那看看有沒有 我選了沒 學傅 學傅 我剛剛其實是選 這兩個杯墊 可是我剛剛看到這個 我覺得很漂亮 就你泡茶啊 什麼的都可以喝 不然是你放巧東西 小豆豆啊什麼的 然後你喝東西 喝湯也可以啊 我覺得這一個很漂亮 好啊 好啊 決定好啊 對啊 所以我們 都選不一樣了 好可愛喔 那你選這個嗎 沒有 我選在樓下 在樓下 看來我很開心 好的好的 那我們都選好囉 好啊 去結帳囉 耶 耶 我們剛剛結完帳了 沒錯 想得到我們的禮物嗎 那就要鎖定 流行新事例囉 是的 接下來呢 繼續逛啦 耶 好 這就是剛剛女神們 挑的禮物 對 從我們沖繩挑回來的禮物 要送給大家 對 如果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呢 你想要得到這三樣禮物的話 就上我們的Facebook回答問題 你就有機會得到他們喔 想不想要 想 當然想要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看 我們日本的女神 反野有美 就是你去採購的時候 最多曾經花到多少錢 而且買了什麼特別的東西 今天我們從日本帶來的 好可愛喔 台灣人有很多人 這是摩托車嗎 這是摩托車嗎 這是口罩 對 口罩做得這麼可愛啊 請你們帶來看 這個是Neko 對 Neko 她的這個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然後Gino這個 漂亮 這個有Gino 我喜歡這個 我也有嗎 很棒 謝謝 這個 相反的啦 相反的啦 我相反的 我相反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有盒子很可愛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特別介紹 你說有花過多少錢 只要是出國瘋狂的才買 我在美國去的時候 有很幸福的餐廳店 我也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 對 我來看你們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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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紀錄的 7萬元 台幣也買了2萬多塊喔 對 而且全部都是買內衣 尤美小姐到國外會雪冰的是 內在美的部分 對 內衣內褲這樣子 這真的是這個話題 太令人開心了 那我們馬上進行到下一個話題 喂 我來更開心而已 馬上換話題這樣子 接下來是我們的 雨柔 讓大家知道要花多少錢 一個月大概只有多少錢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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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 妳真的是 幹嘛 幹嘛 什麼幹嘛 不是 妳在花我喜歡購物 你想一下如果說 妳剛好碰到那個 妳去的國家有在打針 妳就會吃清風的一直大買 每一次去日本 我就是一定會固定去東京 找這個專賣店 就是個爸爸的專賣店 這是專賣店 她才 永遠小姐有反應耶 對 她知道 她是療癒系的娃娃 她也有一個 很有名嗎 在日本 有名嗎 對 而且她是有很大的 所以這些都是她的 就是小孩相關商品 對 她其實最大 你可以看照片 最大的照片 然後 然後她們是 妳把整個床都站滿了耶 她們只是一部分 然後就是還會有周邊商品 所以妳很喜歡公仔就對了 娃娃 是 因為我家的拖鞋 收納箱 棉被 然後娃娃 枕頭 什麼都是她們 內衣褲 內衣褲 她也沒有出到 妳說阿媽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我去過很多國家 可是我還是覺得說 到那個國家 就是去買一些 她當地特色的一些東西 那我上次去了義大利 我跟你講 義大利完蛋了 等一下 妳先 妳先告訴大家 像去義大利這種地方 曾經花過最多錢的 最多一次 最多一次是多少錢 你們等一下下巴已經掉下來了 沒有 下巴都會脫臼 沒有 下巴會脫臼喔 會脫臼喔 20萬很高 我老公跟我說 就只有這一次了 是 最高紀度的一次 各位 讓我們看看 洪小蕾最高一次的花費 是多少 洪小蕾賣了什麼 讓男人看了超害怕 這個我知道 男人做壽事的時候 老婆就會拿出來 你敢說是你在做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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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